14號請上臺 15號請準備 各位同學 約定智能 大家好 我是2018 22號 蔡希妍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鎮定的女神 鎮定的女神 有個女人跟著她的丈夫道維一度 她的丈夫是橡膠公司的總經理 她們住的地方很偏僻 周圍200公里以內就住了六戶人家 為了解除寂寞 她們冷心情聚餵一次 大家能有請吃飯 有一次我們要這位太太加請客 大家照例做吧 也叫做大女兒子 一邊吃 一邊喝 一邊喝 一邊笑 忽然 女主人輕輕把女邊的女妖子叫過來 一聲分布了兩句 女妖聽了 眼睛震得大大 眼色變得昌昌 衝衝忙忙跑了出去 過一會兒 讓女妖裝了一袋玩樂牛奶 穿過客廳 把牛奶放在陽台上都走了 客人們都覺得很奇怪 再看看女主人還是有風很小 勸大家都吃點東西 客人們也不好多問 這時候 才聽到女主人說 好啦 現在我們大家都安全了 客人們再也安耐不住了 吸嘴巴水都問女主人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女主人說 剛剛有一頭眼鏡蛇 躺在我們的桌子下 不過 現在已經被關在陽台外面了 有一個客人問女主人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女主人說 剛剛有一頭眼鏡蛇 你怎麼知道女妖裝回來風雨下呢 女主人說 我怎麼不知道 女妖裝盤在我的腳上呢 又有一個客人說 你為什麼不喊我們幫忙背影 女主人說 回一台你們也瘋了 大家一走動 女妖裝瘦了鸡 只要咬一口,我的名字就完了 但在听了,你都能背误你的正体 所以我们遇到任何事情 你必要正定地去处理 希望我为大家所讲的故事 大家会喜欢,谢谢大家